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MyMKC管理知识中心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2020以后的农业数位转型 根据联合国最新估计 由于COVID-19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 2020年饥饿人数至少新增8300万人 而可能有1.32亿人长期遭受饥饿 急需人道援助 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因疫情无法去农场耕作 照顾牲畜或养殖捕捞 难以在市场上销售产品或购买农业资财 也可能因粮价上涨和消费者购买力有限 而造成生机上的问题 粮农组织在阿富汗的调查指出 今年穀物、水果、蔬菜和乳制品等食物减产50% 而对于捕捞业和随餐养殖业而言 则因运输物流受限 边境关闭以及餐饮业的需求减少 让农产品价格产生了影响 虽然主要的粮食作物 包括稻米和玉米、水果、肉类等等 在国际上的贸易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 但地产地销的生鲜蔬菜将是在地农业的主流 自2017年起 行政院农委会推动智慧农业计划 以智慧生产与数位服务为主轴 搭配人、物、静、共好的理念 将人力资源、智能技术与产业环境优化 直接将研发需求与智能技术导入场域 透过技服业者快速导入智能化的设备与机具 提升农业整体生产效率及量能 2020年起 5G的应用更加速了智慧农业的应用与生化 行政院农委会完成全台平地的RTK定位系统的建制 推出农机UberAPP平台 每和带耕团队 拥有大型农机的农友 具备农用无人机带喷证照的非手等 大大的提升了大型农机与农用无人机的使用率 在2021年度的农业成果展览中 也观察到许多新创的智慧农业公司 和新形态的产品服务 包括智慧化环控设施 影像辨识技术应用 纸宝机带喷服务 无人自动车 省力人工辅具 乳牛产业的五大动线机器人 多轴机臂机器手臂应用等 部分业者已经可以从田间的感测数据 收集到逐步整合消费端的数据分析 建构产销动态情报精准决策的战情室 怨然已经成为了具备整场输出的前瞻布局 假以时日成果必当丰硕可齐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啰 有兴趣了解更多智慧农业 或农业技术相关知识的朋友 欢迎上网搜寻农业资讯平台 akm.cpc.tw 所有最新颖最丰富最有用的智慧农业资源 都在这个网站内可以找得到 肯定不会令你失望 锁定买MKC锁定经营管理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